他曾是大家眼中的创业能手 成功的商人 而当他决心发展种植业的时候 却遭到众人的嘲笑 我说种的才可能比你种的还好 你那种的比我们好 他胸有成竹 今年时间他靠种植蔬菜赚得千万财 今天的财富故事为您讲述胡声明的生财之道 欢迎收看财富故事 我是盲军 在我们节目当中相信您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致富商机无处不在 缺的就是一双发现的眼睛 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一位有着一双慧眼 善于抓住商机的人 他创业近三十年 接触过不少行业 八十年代他就是当地有名的万元户 可以这样说 只要是他看准的创业项目 都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财富 如今靠种植有机蔬菜年入千万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创业能手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财富故事 我都闻到了一股怪味 这个是什么呀 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 他叫胡声明 对于记者的疑问 他没有做出解答 而是要带记者到菜地里去找答案 我看到咱们这个基地 这个上面都铺了一些砖头 这个上面 是不是跟其他的这种传统的种植是有不同啊 对 传统的那个农业 他们我们这个砖头其实是一种栽比草 栽比石桶 它是这里的 这里我拿的这一块你看到了 这个下面是砖嘛 是吧 你看这个 这个是压到这个砖的 这上面是那个栽培机制 您可别小看了这栽培机制 它可是胡声明的致富法宝之一 实际上就是 那个植物所吃的养分 就肥料 那这个白的呢 你看是不是放肥了一样的 这个白的是有一颈 我都闻到了一股怪味 有一颈的那个分布 那像那个手楼毛一样的东西 那像这个如果买的话贵吗 一般现在我们是自己配这个自己应用 你提款的话 我们这个也还配得更多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都没卖 卖的在私有 就那个按照我们买 我们就卖一起 怪不得一开始 他就给我们的记者卖了一个棺子 就是我们这个蔬菜 能够保持它的全养分功 它要多养分我们给它多养分 全在这个皮子鸡子里面 实际上通俗地讲就是植物所吃药的养分 就它毁掉 我们讲出来就它毁掉 我们这个鸡子栽味草搭建好了以后 我们又双重控制水肥 你控制了它的水就控制了它的毁 所以我们那里有一个池子 供水池 供水池呢 就是我们是拆算了的 你一池子抽下去 可能这个水就开始不会从这个专风的溢出来 胡声明说 这种栽培方式不仅能大大提高蔬菜的产量 而且薄膜上的有机质还能循环使用 像这种无土栽培它的这个投资大吗 投资大成本不大 投资大大是什么地方呢 大主要是大你要搭建那个栽培草 你要搭建这个标准的供水市场 如果你说的成本的话 比如说这一亩地大概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我比方这样讲一个例子 你搭建一个我们比那个传统的那个大棚 你大棚跟大棚抵消 土地跟土地抵消 种子跟种子抵消 我们比它多的就是一个栽培草 一个供水市场 然后有自己批的那个栽培基石 对吧 这些东西七八八加起来不到两万块钱 就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 假设说我们用三十年 一万三十年你这就除一个三十 那就是几百块钱 也就是说这种特殊的种植方式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能大大减少投入成本 这个菜的价格多少钱一斤呢 像这个菜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是有机售菜了 有机售菜 虽然说是一种无度在位有机售菜 但是这种有机售菜 在市面上像这种菜是二十六块钱一斤 二十六 那如果是按传统的话 它的这个 传统的大就是几块钱嘛 三块钱最多不会超过五块钱 近年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发表的一份报告分析表明 在过去的十年里 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 有机农产品的销售额年地增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与一些常规食品市场的停滞不前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机蔬菜的种植讲究的是安全自然的生产方式 可以很好的促进和维持生态平衡 有机蔬菜无化学残留口感佳 而且呢已被证明比普通蔬菜更具营养 随着人们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日益强烈 有机食品行业的市场前景广阔 被誉为朝阳产业 咱们今天的主人公胡生明在七年前呢 一直在外经商赚了不少钱 而让他放下赚钱的建筑行业 回到农村种植有机蔬菜 除了他发现有机食品行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八十年代 胡生明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 他在范畴毕业之后到底干什么好 一次和同学去看电影的时候 让他发现了制服商机 那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是武打别人很信心的 所以它是常常傍晚的 结果我们回来 我们出店以后 就它第二场也要进去的嘛 第二场一进去的话呢 他们那个买一张票 就打一包那个多位挂子 所以它烧出来的垃圾就是一层厚 我认为这个东西这么小嘛 一打听 结果发现那个炒多位挂子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发展地 拿胡生明的话来说 正是那满地的挂子壳 打开了他创业的思路 两年时间 他就靠着炒货成为了万元户 您要知道八十年代的万元户 已经很了不起了 1990年 1990年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陶瓷开始在搞 那个陶瓷的利润比较要大 那时候搞陶瓷的很少 那利润空间也很大 一次我们就赶快就转型了知道吧 转型的第一年 我们就涨了五万多次了 二十八年 还不到一年涨了五万多 胡生明毕业出来的二十年里 他做过不少行业都赚了钱 他说创业的成功 跟你能否抓住商机 有很大的关系 2008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返乡种有机蔬菜 这让当地的人很诧异 我们回来他们叫我们大老板 大老板回来了 为什么突然间又回来 他们那些人都不明白 但是你没种过菜 你要种菜 我当后我说你要搞十八重呢 我说我要搞一个五度菜皮的 十八还有五度菜皮 一家都是不用你把你那种的菜 我说种的菜可能比你们种的还好 他说你那种的比我们好 那工姐不下蛋了 工姐不下蛋了 对于大家的不理解 胡生明不以为然 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决心发展种植业 并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胸有成竹 我就记得很简单的例子 八十年代到现在为止 2008年我们回过来 去看下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他集中 保护的地方是房地产 对不对 但是房地产的一大房子是土地开放商 第二大房子是商民房成建商 第三大房子是 只包工不包料的建筑庄 那么这种建筑庄 你跟低大房子就比了 你是小户建大户的 听胡生明这么一讲 他选择种植蔬菜的原因 只是想要做更大的老板 其实不然 这里边另有隐情 我外面长了二十多年之间 就是我先后我有三个 两个弟弟就先后走路了 走路了他是什么 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型肝癌 一型肝炎 就肝癌发负水 就走掉了 直到回来的那一年 2008年 我大哥 我是老二嘛 我五兄弟嘛 我大哥 就在2008年那一年 是因为肝癌 也走路了 后来我们就问那个医生 我们又发现就是因为 隐私方面的问题 几个兄弟因癌症相继离世 给胡生明沉重的打击 他站在乡间的路上想了很久 他觉得他应该要做点什么 最终他选择了种植业 同一个品种的蔬菜 胡生明重的蔬菜就要比市场价高出不少 那么他的菜会有销路吗 因为我们这个产量缸 我们当时番茄这么大一个 不好卖知道吧 不好卖 他说你这么大的番茄 他说不好卖 然后他说你这么大的番茄 不好卖 然后我就这样说 我说你尝一下 我们这个味道很好 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给他尝一下 然后那个主管对方也给他尝一下 拿了两个给他尝一下 味道不错 一师傅他说你放在这里 你先放几款放在这里 我现在买买看 为了能够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有机菜 他经常在社区里搞活动 展销有机菜 给消费者介绍有机菜的种植过程 加上蔬菜的口感上加 如今的胡生明根本不愁销路 现在我们的有机蔬菜 大概有多少 整个地位有一千毛左右 然后这些的蔬菜主要是销往哪里 我们主要是像这个我们是分离销的 比如说像这个有机蔬菜 有机蔬菜它主要是经历的是高端人群 高端人群就是高端仇市 高端社区 高端飞锁 高端米人员 去年我们的这个销售额大概是多少 2549万 那这个利润大概是多少 利润是400多万 对于接下来的发展 胡生明并不赞成盲目扩大蔬菜基地的种植面积 而是有新的发展方向 现在大多数 就是我们全国的有机蔬产品的销售主 主要就是经历高端消费群体 一句话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高端消费群体的空间不是挺大 为什么呢 高端消费群体它塞掉两部分的 第一部分是我有钱 但是我啥不得摆 第二部分是我有钱 但是我不认为你那个有机市民好得哪去 也不会嘛 就是它的思想观念上 没有改变的 也就是说这部分情理 你要瓦掉这两部分 近30年的创业路 胡生明有着自己的身材之道 如果您也想创业 不妨听听他的建议 假如你要创一个事业 第一点你首先生效尾 你把握它的气势 就把握这个行业 能够再去筛选那个细分行业 筛选细分行业以后 当你多定了 就定了要搞这个细分行业的时候 首先要看一下 有什么环境 会导致你失败 就是 这些东西你就从最快自己设想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能不能承受 从最好事那是展开你的想象 你的空间 你的无限的想象空间 就是刚才我讲的样子 你定位 你定位也高 你的思路有多大 你的舞台就多大 采访结束之后呢 胡生明跟我们记者谈到 未来呢 他将根据有机产品的 关爱人类健康的产品特性 与中医专家合作 研发满足亚健康人群的专用产品 实现天下人 人人健康的梦想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富故事 明年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榨汁 过滤 熬煮 手工红糖 古法熬制 这是老祖宗的吧 老祖宗留下来的 从养尊处优到辛勤创业 他要亲身应验 女子也能三十而立 你们一天整个下来 能生产出多少糖 大概目前的话 就是八百斤左右吧 十二十五万钱一斤 那一天能有两万多块钱的 两三万块钱的这个 稍后收入 明天的财富故事为您讲述 古法红糖熬出新财富